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其可悲的是,我们原住民的平均生命还不到70岁,二者之间相差了将近9岁之多。根据国立成功大学的研究指出,原住民罹患慢性的疾病,包括肝病或肝阴患是一般人的3.24倍,意外事故是一般人的2.43倍。 乃至于一些消化系统的疾病,也是一般人的2.07倍。 最可怕的那就是婴儿的死亡率,我们原住民婴儿的死亡率居然是一般人的19倍之高,显示原住民的医疗的资源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缺口。 我们都知道,在我们原住民人口角度的县市,包括了花莲县,屏东县,还有台东县。 除了花莲县市,除了花莲县市之外,我们在这个原住民地区并没有发现有第二个原住民的医学中心。 宇兰到花莲县市,花莲县市,一百二十公里,花莲到台东一百六十公里,台东到屏东一百六十公里,其中花东屏之上地区是原住民最多一个地方,却没有一个医疗的一个中心。 如果说,苏华公路,如果说南汇公路,苍方的话,我绝对相信原住民只有坐以待毙。 因此,我们要呼吁,我们要在这里郑重的呼吁,希望我们卫生署立刻着手来增建所谓的原住民医学中心或者是医院,来专门协助增进原住民的健康, 研究我们原住民的疾病,提升原住民的寿命。 我们更要要求所谓的原住民医学中心或者是医院,最好设置在原住民较多的地区,譬如说我们台东,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预防原住民族的容易罹患的一些慢性的疾病,来提升原住民的卫教工作,进而提升原住民的寿命。 我们希望只有设立专质的原住民的医学中心,才可以真正的让我们原住民继续有尊严的受到相同的医疗的照顾。 谢谢。